安静的巨蟒一动不动 体贴的饲养人仔细观察 黄金蟒却突然发狂 饲养人意外被咬 温顺乖巧的黄金蟒为何性情大变 密密麻麻的鳞片下面隐藏着什么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发狂的巨蟒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前不久,云南野生动物园发生了一件蟒蛇袭人事件 一条平时温顺的巨蟒突然发狂 咬住了喂食的饲养员小王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这么大一条蟒 那不就是一条大蛇吗 大蛇咬人一口 那不很正常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还真不是这个意思 要说黄金蟒这个东西 一般我们说它本身是绵蟒白化的后代 当然现在肯定是很多人进行大量的繁殖 让它能够天生下来就是这种黄金色的这种白化的蟒 很多爬友都喜欢养这个东西 而且性格真的是很温顺 您看我那个时候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把一条可能大概得两米多快三米的这蟒 就挂在我自己的脖子上 一路像路一个多钟头 它也没什么大的反应 尤其是像这种完全是被人训化出来的 跟人已经很熟了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去咬人 尤其是小王 他又是一个饲养员 不是陌生人 天天给他打交道 好不吝了 就被他突然来咬一口 您说这事是不是有点说到的地方呢 在云南动物园透明的蟒蛇温室里 住着两条巨大的蟒蛇 一条黑一条黄 黑色蟒蛇是我们常见的 而金黄色的这条却非常珍贵 基因突变 让一条普通蟒蛇发生白化 变成了漂亮的黄金蟒 所以它特别珍贵 也最受游客喜爱 可是几天来黄金蟒不知为何一直不吃不动 小王那天进入蟒蛇馆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一般都是半个月进次吃嘛 然后他都会不吃 然后的话快一个月了 见到小王进来 黑花大王丝丝的拖着心子 让小王非常警惕 可黄金蟒却一直安静的蜷缩在一只木箱里 小王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安静力暗藏杀机 为了方便黄金蟒进时 小王特地把它往外掀了掀 冒着黑花蟒式的威胁 他把一只鸡放到黄金蟒藏着的木箱前 可黄金蟒一动不动 没有反应 平常不这样 然后平常的时候你把鸡丢给他 他就会头伸得好高 然后他就知道他要吃了 那天的时候他都没吃 不管怎么喂他都不吃 小王想看看箱子里的黄金蟒是不是病了 于是探下身子 就在小王伸手去接近蟒蛇时 黄金蟒突然发狂 一下子咬住了小王 蟒蛇的突然进攻出乎意料 小王被发生的一切吓坏了 被蛇咬住会不会中毒 被这么大的蟒蛇咬住还有救吗 平常老百姓看到蛇 蟒蛇哪怕是小蛇都怕 但是活泛这么大的蛇 因为蛇比较大 它口腔里面牙齿还是比较大的 蟒蛇口中的牙齿虽然个头不小 但是它们差不多是一般级的 不像毒蛇那样长着两颗长尺的毒牙 所以专家说蟒蛇一般是无毒的 蟒蛇不需要毒牙来猎杀动物 是因为它有更致命的武器 蟒蛇它的力量很大 其实很容易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把一个人的颈椎的错断掉 内脏生伤 从动物分类学角度来看 身形最伪惧大的蛇就是蟒蛇 这条黄金蟒虽然不是最长的 但也有顽口粗细三米多长 这么巨大的蟒蛇 脚缠之力非常巨大 铜胀大小的那条黑花大蟒 曾缠住过小王同伴的手臂 当时手臂就青筋暴露颜色变紫 如果被黄金蟒用这样的力量缠绕脖颈 小王几乎难逃一死 黄金蟒咬住小王的手后 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脚缠计划 用蛇身向小王身体缠绕过去 幸亏小王很快就从惊吓中镇静过来 马上钻住蟒蛇颈部 没让他得逞 这时小王的同伴赶来帮忙 不停地往蟒蛇身上浇凉水降温 蟒蛇的咬力非常之大 硬掰他的嘴是掰不开的 只能想办法让他自己松口 但是像这样靠浇水降温能有作用吗 如果温度低了 它就要么就是活动比较减少 或者代谢降低活动减少 它就很不动 这是为什么冬米就是温度低了的原因 蟒蛇是变温动物 它的体温随着环境温度而变化 当环境温度高的时候 它很活跃爱吃时 一旦温度降低 蟒蛇马上就会像冬眠时一样拒绝吃东西了 人们希望利用这一习性让蟒蛇松开咬住小王的嘴 这样的努力能成功吗 经过一阵浇水降温 蟒蛇果然松开了口 虽然蟒蛇放开了小王 但是这时一个疑问却陡然出现在小王心中 看着医生为自己清理的伤口 小王手上的疼痛 此时却赶不上心理的纠结 他在暗暗纳闷 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这里边一定有蹊跷 平常不这样 然后平常的时候都很温顺的 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的话 碰他他都很温顺的 都不动 然后他因为他是从小就是被人养大的嘛 然后他很贴近人 您看啊 蟒虽然没有毒 但是被他咬上一口啊 确实也疼得钻心 难怪小王也很着急 而且对于小王来说 我对你这么好 我天天给你吃饭 给你喝水 我把你照顾的 这简直说实话 比对自己孩子都好 你倒反过头来咬我一口 心里难受 而对于蟒来说 咱们不是他怎么想 可能蟒也觉得冤 我这身体不舒服 我这还那种烦 你没事老逗我干什么 你把我弄急了 我咬你一口 我也不会说话 我也只能咬你一口 表达我的愤怒 你还挺生气 这能怪我吗 要说呢 人和蟒估计都挺郁闷的 所以说这个家养的蟒 家养的黄金蟒 主动这么咬人一口啊 他是有问题了 黄金蟒 黄金蟒襲击了饲养员小王 可现在最怨恨黄金蟒的 却是另一个人 就是刚才帮助小王脱险的 那个同伴杨洁 因为这条黄金蟒 是被杨洁养大的 杨洁并不是这里的饲养员 他是昆明市的一名公交车司机 四年前杨洁得到了一条被人遗弃的黄金马 那时刚出生不久的小马不会吃东西 杨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了小莽 小莽在杨洁家里长大 杨洁每天都希望陪在他身边 基本上每天我下班回去以后就和他做伴了 在我身上转盘着我 然后用舌头来舔我 用脸来蹭我 反正感觉挺温馨的那个感觉 从小我都称呼他为我儿子 把他叫儿子 可蟒蛇是国家保护动物 不允许由个人在家中收养 后来杨洁决定把蟒蛇上交云南野生动物园 可林分别自己又非常不舍 在把黄金蟒送走前 小杨一个星期都不敢和黄金蟒面对面 送走黄金蟒后 杨洁自己也申请 成为了云南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的一名义工 又能在动物园里常常见到黄金蟒了 小王被咬时 杨洁就在旁边 见到黄金蟒突然发黄 连杨洁当时也不理解了 从小人工饲养的话 他就不怕人 因为他知道你人不会伤害他 你怎么弄他 他都是挺温顺的 但是这个是有攻击的表现 蟒蛇虽然常常表现出攻击性 但人工未养的黄金蟒 几乎是性格最为温顺的蛇类 他的反常行为让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小王脱险之后 动物园总工徐林牧立刻赶来查找真相 徐林牧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对动物的异常表现非常有经验 动物园总工徐林牧 是什么女婴还是消化系统的问题 还是是不是 他别人说是不是鸡毛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时候怕人嘛 鸡毛的问题 动物生病会造成性情大变 而性情大变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不尽快搞清楚病因 危险就会慢慢危及珍贵黄金蟒的性命 可是蟒蛇不会说话 到底他得了什么病呢 蟒蛇生活在温暖的热带亚热带森林 离开原生地的蟒蛇很容易感冒 徐林牧仔细观察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黄金蟒流鼻涕 人们又检查了蟒蛇的排泄物 也看不出他有肠胃方面的问题 如果一切都正常 蟒蛇为什么突然发狂 一定还有隐藏的细节没有被发现 就在徐林牧有些焦急的时候 小王提供了一个线索 我就感觉到他身上有一些黑点 然后我就仔细一看 好像小虫子一样 近几天来 在黄金蟒浅色的鳞片下面 隐约能够看到一些黑色的斑点 这些小斑点是什么 跟黄金蟒性情大变会有关系吗 徐林牧小心翻开鳞片 看到了鳞片下面的黑点 是一种虫子 它呢是一种叫鼻 就是这个虫子隔壁 这个鼻子叫鼻虫 鼻虫是一种寄生虫 它们平时就潜伏在土壤里 树木上草叶上 一旦接触到动物身体 就爬上去靠吸食血液为生 这种鼻虫身材非常小 不仔细看很容易被人忽视 这么小的虫子 对于身形巨大的蟒蛇来说 看似微不足道 难道会是它让黄金蟒发狂咬人吗 它在那个蛇的灵里面了嘛 灵甲里面 然后慢慢地吃那个 就像蚊子一样吸那个满蛇的血了嘛 然后慢慢地变大 它最大的虫子 以前我们里面的那个满蛇的虫子 最多有小手指大 寄生虫呢 不得吃它的营养和血 它能采生一些语毒的东西 那这样呢 对这个蟒蛇的这个营养方面 对解放肯定影响 难怪黄金蟒性情大变 为稀释血液方便吸取 寄生虫不停地向黄金蟒体内释放毒素 这些毒素会使黄金蟒性情烦躁 黄金蟒性情大变的原因找到后 本来还对黄金蟒非常生气的杨洁 现在又开始同情它了 看着黄金蟒被满身寄生虫折磨着杨洁 难受的感同身受 肯定挺痛苦的 时不时的还会抽搐一下 然后肯定因为人被钉到的话 眼的话可以抓可以挠 但是它没手没腿挠不了 然后感觉肯定心里面感觉挺难受的 就像自己如果被蚊子钉了 蚊虫咬了 不抓 知道 那个滋味挺难受的 劳心的 您可能会想了 这同样是蟒 这小寄生虫怎么对它影响这么大 对那只黑花大蟒它就没事 这个它就是野生的和温室里的东西 它有很大区别的原因 你看这黄金蚂从小或者说几代了都是人给养大的 而且一般养的时候都是精心呵护 太热了 不行 叫点水给江江温洗个澡 太凉了 不行 赶快给它想点什么办法 别给冻着了 稍微得点病 马上有人管 稍微饿了 马上就有人给送吃了 这日子过得太舒心了 抵抗力自然也就下降了 失去了很多野外的这种天性了 而那只黑花大蟒不一样 那是从野外补回来的 从小深山老林里头打熬金骨 自己去追猎物 自己去躲避其他的掠食动物 自己想着翻的 天冷了 找一树洞躲起来 找一泥坑躲起来去冬眠去 天热了 自己想着去怎么降降温去 有什么咬它一口 它也得自己扛着 因此说 同样是被寄生虫骚扰 这黑花大蟒可能觉得无所谓 狮子多了 不痒 但是对于他来说不行 哎呦 有东西咬我呀 正着急呢 这小王过来了 哐就给了一口 所以说这么一看呢 也很正常这个事情 看到蟒蛇身上的虫子 大家都很着急 杨洁更是不顾危险 整天抱着黄金蟒研究 他真希望马上就能找到一个办法 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资料上反正都挺多的 然后选了几种方法 用药水泡 皮虫如果被浸泡在高温的药水中 就可能会窒息而死 药物也能缓解虫药造成的皮肤炎症 这个主意看起来不错 但是黄金蟒现在脾气暴躁 它能乖乖地让人把它泡进高温药水中吗 今天黄金蟒好像还算顺从 人们抱起它时没做什么挣扎 但它还不知道 等待它的是一盆加了温的药水 蟒蛇平时习惯的温度是25至35摄氏度 但为了强化灭虫效果 手艺把水温加热到了接近40摄氏度 虽说这个温度对蟒蛇不会造成伤害 但是医生仍有担心 受到热水刺激 蟒蛇会不会窜出浴盆再次伤人呢 黄金蟒被小心地放进水里 它似乎感到了热度 拼命向上仰着头 虽然这时的黄金蟒有些焦躁 人们还是耐不住性子凑了上去 它们急切地希望看到效果 浸泡半个小时后 按说应该看到被淹死的皮虫了 可为何水面上什么都没有 难道皮虫不怕水吗 仔细看看 黄金蟒的鳞片在水里闭合得很紧 它们把皮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好像是在保护着皮虫 在这样的保护下 皮虫还可能被淹死吗 还是有 有的沟壁的虫也可去掉 但是这很不容易 在陆地上 蟒蛇需要依靠腹部鳞片依次树立完成行走 而进入水中 它就会把鳞片收紧减少阻力 仰仗黄金蟒习性的保护 皮虫还都紧紧地叮咬着鳞片下细嫩的皮肉 看到这些 杨洁和小蟒都忍不住了 它们要亲手把这些残忍的寄生虫揪出来 皮虫一个又一个被揪了出来 揪出一个黄金蟒就会少一点痛苦 可当人们揪得更起劲时 一个意外发现让人们的手都停了下来 黄金蟒身上揪过虫子的地方 出现了血迹 这是怎么回事 用我们摄像机的放大功能来看一看 原来揪出来的皮虫嘴里 还紧紧咬着黄金蟒身上的肉 还有一些皮虫 宁愿身体被揪出 也不肯松口 连杨洁也没有想到 他愤怒地揪虫子时 揪出了他最疼爱的黄金蟒的肉 泡也泡不死 揪又不能揪 人们眼看着黄金蟒日渐消瘦 已经完全没有了精神 难道就拿这些顽固的寄生虫 没有办法了吗 说了很多 能用肉眼看去 它的那个骨头都好像露出来一样 幸亏黄金蟒现在被送到了 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 徐林木研究了这些寄生虫之后 给黄金蟒开出了一个 含有微毒的注射药方 这个针 这个是花油药 花油药当地它身上的痛苦 它血液在里面 它这个鼻子寄生虫 它吃进去以后 它自己肿都死掉了 现在一个新的考验来了 要注射就要针刺黄金蟒的皮肤 会让它感到疼痛 可是黄金蟒从来没有打过针 它能乖乖地让医生注射吗 杨洁此时有些担心 它小心地按住了黄金蟒的头部 药物注射进了黄金蟒体内 黄金蟒能承受那微微的毒性吗 而那些毒性能杀死皮虫吗 注射后几个小时 黄金蟒没有什么反应 而皮虫们已经尝到了药物的味道 松开嘴 从黄金蟒的铃颊里爬了出来 自从皮虫破片 黄金蟒就明显精神了起来 又经过了几次这样的治疗 黄金蟒身上的黑点逐渐干净了 既然这一切都是皮虫惹的祸 人们就针对皮虫又下了很多功夫 研制出的喷火消毒方法 让皮虫无处藏身 黑蟒蛇也经过了灭虫治疗 在这么周密的悉心照顾下 黄金蟒终于开口进食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说到底呢 就是那句话 爱动物也要有爱的方式 请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他开口说话 即已经认字 看书一目十行 倒背如流 拼图过目不忘 电脑无时自通 加油神童 却为何让家人悲心交集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社会的大门 能否对他们敞开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加油神童